注意了 新技术农场悬浮机器人来了 当我们还在探索地面的机器人作业的时候 这样的悬浮在半空中的机器人已经问世了 它不受地理环境的限制 坡地丘陵都能够轻松地应对 告别了农场生产对拖拉机的依赖 也减少了对土壤的压实 那么它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呢 首先就是在农场的四个角落安装四根杆子 悬浮机器人依托缆绳的牵引架设在其中 机器人的顶部拥有太阳能板 这样的机器人可以完成如下的工作 首先就是农场的测绘 悬浮机器人在农场的上方移动 可以轻松地获取农场的地图 第二个就是农产品的采收 比如说在葡萄农场 悬浮机器人自带的视觉识别系统 可以判断葡萄的位置和成熟度 然后驱动机械臂采摘 扔到指定的篮子里面 第三就是通过视觉识别和算法 可以实现对农场产能的预测 第四个方面就是果树疾病的检测 通过视觉识别和多光谱的分析 提醒农场主提前做好相关的预防 第五机械臂可以携带修剪的工具 沿着一定的高度进行冬季的修剪 这一项技术是在2023年苏黎市理工的研究机构研发出来的 目前已经在欧洲的部分果园开始测试了 这种悬浮机器人不仅用于室外的农场 室内温室大棚的作业也非常的实用 而且还不占用地面的空间 最后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咱们的大学就不能研发出这样的东西 真心期待我们的农业研究机构 能够研发出一批价格实惠质量可靠的先进农机 驱动我国早日实现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 好了 我是谭谭 关注我 带你看遍全球农业的新技术新模式